大家好,手工切糕,大人孩子都爱吃,但是用粽叶包的切糕,你们吃过吗?粽香浓郁,软糯香甜,怎么切都不散,话不多说,我们教程开始。 先来准备500克这种圆粒的糯米,用清水给它提前泡上,合理的安排时间,因为糯米需要浸泡12个小时,被用着。 第二天清早,准备红枣,我用的是软红枣,可以直接吃的这种,从超市买回家后,我们用筷子,把它里面的枣盒给它去掉。 小红枣,我准备了满满的一大盆,不用熟,也不用泡,特别的甜,这样吃的时候还不用土盒,用清水给它清洗一下,把它上面的灰尘清洗干净。 就可以了,控掉多余的水分后,被用着。 粽叶,我已经用清水提前浸泡半个小时了,泡好的粽叶,需要我们拿剪刀,把它根部剪掉,不要。 这样粽叶,看起来就平滑了,做出来的切糕也不会坑坑洼洼的。 糯米泡过12个小时以后,看起来也更加的圆润,变大了很多。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准备的其他食材,还有曲皮的板栗仁,400克左右。 还有就是我们处理好的红枣,都是纯天然,没有添加剂和调味品。 模具我准备的是8寸活底的蛋糕模具。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。 我们取一片粽叶,在底部三分之一处,给它叠出一个折痕,再放进模具里面,刚刚好。 粽叶摆放时,咱们要一片压着一片的摆放,中间无缝隙,这样糯米就不会跑出来了。 粽叶分亮面和背面,粽叶的背面手感会比较的粗糙一些,亮面给它朝上折叠。 这也是摆放粽叶时,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个小细节。 全部都摆放好以后,接下来我们往里面放米。 第一层的糯米,我们一定要给它铺平,铺匀,厚度控制在一厘米左右。 跟着再把去核的红枣往上摆,一个挨着一个,尽量不要有空隙。 摆满一层,铺平,我们给它用手压一下,压实。 下面我们继续铺第二层米。 厚度同样控制在一厘米左右,铺平,铺满。 然后我们一样是用手给它压紧实。 接下来这一层,我们把去皮的板栗往上摆。 和红枣是一样的,给它摆满,摆平。 再压紧,压实。 我做的切膏一共是摆了三层。 两层红枣,一层板栗。 中间是用糯米隔开。 当然,这个数据并不是固定的。 假如大家的模具大,或者喜欢词多的,咱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板。 这个是没有固定数据的。 像我这个,三层做出来就已经很高了。 如果你是摆摊卖,就可以用大一点的模具。 摆很多词,那样做出来的切膏也会更加的漂亮。 最后一层铺满糯米后,我就没有放红枣了。 因为我买的粽叶比较的长,我这里给它用剪刀剪短一些,也会更容易操作一些。 我们把粽叶的最后放的那一张往里面折。 一张压着一张的叠。 用粽叶把糯米给它包裹起来,包紧实。 等全部都包好以后,我们再整理一下。 不要松手,给它压紧实。 然后再往上面压一盘清水,这样给它压上。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做好的切膏连同模具,一同给它放进高压锅里面。 确保重物压紧切膏。 这样做出来,切膏不仅不散,而且没有空隙。 一层一层的也特别的漂亮。 最后我们往里面加水,水的量多一些。 一直淹没切膏,往上三个手指膏就可以。 做好以后,我们盖上盖子,用高压锅,烧开后转成小火,煮一个小时。 关火后不接锅,再焖四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。 切膏从早上开始忙碌,到出锅已经是晚上了。 这时候我们把上面的盆子都给它拿下来。 把切膏取出来,控掉多余的水分。 我们给它放到案板上,脱模以后,把包裹的粽叶拿掉。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,粽叶和糯米之间已经拉丝了。 这就说明咱们的切膏做得很成功。 吃的时候也是很方便的,吃多少你就切多少。 里面是一层一层的,一层比一层香甜。 好吃的红枣板栗,糯米切膏。 纵香浓郁,入口软糯香甜,保证你吃一次就忘不了。 最主要的还是咱们自己家里做的,干净,卫生,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。 吃着呢,也放心,健康。 做法也是真的一点没有难度,特别的省事。 亲爱的家人们,视频都看到这儿了,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,就给我点个赞,鼓励一下吧。 谢谢大家了,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